载有走私动品的快艇在江面不停兜圈逃窜 紧随其后的警用快艇穷追不舍 警用直升机仅仅悬在快艇上空轰鸣布置 这是广州警方4月23日开展的 打击走私专案集中收网行动中的震撼一幕 4月28日,记者从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到 这次行动是广州警方首次使用警用直升机参与打击走私行为 由警用直升机空中发现并锁定走私快艇 引导海关集私艇在水面进行抓捕 海陆空全线出击 端掉一个活跃在珠三角的走私动品团伙 据通报,今年3月初,广州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称在广州增城区仙村镇的江边 经常会发现一些散落的新鲜猪肚、鸡脚等 怀疑有人走水货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 贯足掌握了该团伙的架构、分工及运作流程 该团伙由何某、陈某等几个船老板出资购买快艇 每艘快艇均配备2-3个价值20万元的大马力马达 聘请专业船手前往珠江口对处的香港或澳门水域走私动品 通过我们的一些侦查手段 因为你想了,它有车,它有人 那么自然会留下它的痕迹、轨迹 那么它有通联,有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办案,这些侦查措施 就发现了这些目标人物 然后再跟海关计事局,在打死支队 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的走私链条后 专案组决定收网 4月23日六时许 广州警方联合黄埔海关集司局出动大批警力 以及车辆37辆 警用直升机一架、船艇9艘 分别在东莞市、增城区、叛育区等地 同步开展抓捕行动 据介绍,本次行动中 一举抓获何某、陈某、张某等19名 涉嫌走私犯罪嫌疑人 警方现场查扣涉嫌走私大马力快艇7艘 搜查洞库、涉案企业等场所5处 查扣涉案走私动品74吨 其中来自我国列为禁止进口的 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和地区的牛肉 牛内脏59吨 不明来源的动品及相关单证资料一批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徐国币、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今年14号、 olikaカーブ 内脏順卖同学 пред证able 社長军事部金 oc是2位